你说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你觉得我过班吗 别吵了好不好 你光想着你自己 对不对啊 现在年轻人你都什么年龄了 你们现在是穿越 应该想着父母的年龄了 我们有一种小样 我们以后可以穿越 我就被两两不行了 为什么非得要给你花呀 让你疯疯疯疯疯的出嫁 视频中争辩的面红耳势的 是一对准婆媳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更何况是两只母老虎 两人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 让主持人都差一点控不住场 而这一切事情的起因 只是因为儿媳小苏 提出要办场风光的婚礼 儿子儿媳结婚大半九席 这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怎么他们这对婆媳 就要闹到这般田地呢 你说我一个人孤儿寡母的 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把他们养大了 老大结婚起媳妇 钱花的已经够不够的了 现在老二结婚嘛 我给你们准备房子的钱 这就够不容易的了 你说你还要彩礼十万块钱 还要风风光光的 大半婚礼 我能答应你吗 不难看住 婆婆也是一肚子的委屈 她其实并不是不想办酒席 而是在她看来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她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给他们这对小夫妻 准备了买房的钱 这已经是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那酒席自然就稍微简单一点了 等以后有条件了 再给小苏补上一场更好的婚礼 可没想到的是 小苏吵着闹着 非要现在就大半婚礼 一刻也等不了 更是向她这个老太太索要十万财礼 这简直是在要她的老命了 所以婆婆希望儿媳能够高抬贵手 放过她这个孤寡老人 不得不说 小苏脾气还真是活泡 而婆婆也不是好惹的 两个女人在现场你言我一语 谁都不让着谁 不知道的还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为了控制场面 主持人本想让一旁的丈夫说句话 不了之直接把婆媳两人的炮火 引到了丈夫身上 你说你这儿子 我哪个孤女了 天天 你超级能买个媳妇 我能娶她吗 这些男人就把咱们娘俩给欺负成这样了 我娶回家我瘦得了吗 慢点 你脸都不巴掌我呀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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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啊 就让你妈这么说我 是吧 我是谁为了人 你不了解吗 你不要说句话呀 我说你 我是 你干的事 你是为什么 我救了你啊 我别拿 别吵了 别吵了 愣是一声都插不进去 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 沿着现场再次混乱起来 主持人只能紧急控场 这样我来说啊 我问一句说一句啊 都别急啊 现在我来帮你行吗 要办婚礼是吧 办多少桌啊 起码先订婚嘛 订婚办多少桌啊 差不多也就是五六桌吧 大家交代一下 那是消费一桌多少钱呀 也不贵 就五百块钱一桌呀 五百块钱一桌 行了 知道了 订婚的时候 我那不是都有三斤吗 就算是金手链 还有那个什么项链 什么都得有 因为我觉得我朋友订婚都有 如果说是我没有的话 我觉得挺丢人 说到自己的结婚条件 小苏说话那叫一个溜 一点都没有刚才的歇斯底里 订婚九席三斤里进 要求那是清晰且明了 而这些还只是个开始 这办婚礼办多少桌啊 差不多十五桌吧 是在北京办 北京办 怎么又北京办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北京北京有一些朋友 订婚回老家订 办婚礼 对订婚肯定要去我家订 哦办婚礼在北京办 嗯啊 那就准备花多少钱呀 五十万块钱吧 然后再去我父母那头 又又回去啊 对我父母是河南那边的 哦 在回你 大家是廊房办 不不不 然后再去廊房再办人家 起码就是 就说你要三角地啊 对肯定要 北京办完河南办 嗯 河南办完廊房办 对 就到他们家去 对 哦 必须得都办啊 嗯 对 咱就在一个地方办行不行 不行 因为我要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外部的婆婆从一开始就拒绝 合着小苏不是办一场婚礼 而是三场婚礼 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一场婚礼就已经够折腾了 更何况是三场不同城市的婚礼 不仅如此 对小苏男友及其母亲这对孤儿寡母来说 更是难以销售 可小苏哪里会管这些 他任性的非要现在就办婚礼 更是拿这些婚礼作为要挟 如果少一场就不结婚 在他心中更在意的 是这场婚礼能否给自己挣来面子 当过的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为什么小苏非要展示给别人看呢 因为 可能是 想证明给 证明给他看吗 给他是谁啊 上学的时候吧 我跟一个男孩就关心特别好 后来他去北京 做了摄影师 我有学了化妆 然后我也去 我们在一个店里 工作的挺好的 但是他那个 他那个嘴就是老得罪顾吐 老短的意思就是说 是把他给看了 非让我留在那儿上班 但是我俩每人是恋人关系 他回去就是没做酒的时候 到等一会儿才一个月吧 然后他就跟别的 别的女人突然间就结婚了 所以我就要证明给他看 我现在过得非常好 我会比他幸福 但实际我就是他最大的错 当初前任的背叛 给小苏带来了不小的伤害 这才让小苏一定要去证明 他会过得比前男友还好 其实也是为了抚平自己曾经的伤痛 这才有了他现在提出的三场婚礼的要求 小苏想要争口气 这谁都可以理解 可他不过现实情况 用前男友的错为难现男友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甚至可能为难更多的是婆婆 你过去受了伤害 你现在你把你受的伤害 却夹到我身上 那你给你儿子伤害的不是应该的吗 你怎么不站在我的立场上 这婆媳俩没聊两句就又吵了起来 更是将战火再次蔓延到小梗身上 吓得小梗直往母亲身后躲 面对此情此景 主持人也是十分无奈 谁都有着一言难尽的理由 恭说恭有礼婆说破有礼 小苏看一对二自己争吵不过 于是便搬来了一个酒兵 请来了自己的母亲助阵 你为什么不出啊你 你为什么不出啊 你建了什么家庭了我那么出啊 你建人一大款了吗 你养一个儿子不容易 我想问他一人容易吗 你一养女儿不容易 我一人孤身带两个儿子 我也不容易啊 你光想了你不容易 你怎么不换位想想啊 每个人的机会 这是头一能大的 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女孩在说的 我能接受最重要的 你能接受最重要的 还是想你吃我呀吧 我就要问人家 他不能随 每个人都不想我收了 如果不放话的时候 别人都不可以的 行了行了你 那个 不讲道理 你先别说话呢啊 呃 你也别说话呢啊 俗话说上阵父子兵 小苏母亲一上场 这战斗力跟小苏不相上下 可算知道小苏的嘴皮 为什么那么溜了 原来是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看着争吵不休的现场 所有人头都大了 双方吵来吵去 其实围绕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到底是先办婚礼再买房 还是先买房再办婚礼 只要双方个退一步 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可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 谁都不肯让步 更是一点要休战的苗头也没有 如果说小苏执着的要办婚礼 是因为前男友的伤害 那为什么小苏的母亲也执着于婚礼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原来小苏的母亲也曾是一个苦命人 所以作为母亲 她绝对不允许同样的悲剧 再发生到自己女儿身上 但每个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小苏的母亲不应该把自己失败的婚姻 联想到女儿的身上 而婆婆在听完亲家的经历后 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世界上苦命的女人 不止小苏的母亲一个 婆婆当初也是离异带着两个儿子 为了养大两个孩子 她的每一分钱都是从苦日子里攒出来的 老大结婚时就已经花去一半了 如今只剩下这点钱了 为了两个孩子的长远打算 她这才说要先买房子 而且通过婆婆言谈举止可以看出 婆婆并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 否则也不会给他们准备买房的钱 可小苏母女压根不领婆婆这份情 为了达到自己大半三场婚礼的目的 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 她既然有买房的买房的那个钱 她干嘛就没有办婚礼的钱呀 哦就是说不买房子了 咱拿这个钱办婚礼是吧 对呀我就愿意办婚礼 我就愿意让我朋友朋友都知道 对对对 这过分嘛一个婚礼过分嘛 这个房子还买吗咱 房子以后我们会挣钱买的 哦就是先办婚礼房子以后 但是她妈也有义务呀 她妈有什么义务啊 就是说是给我们办婚礼 把我叫来给我们买房 不可能说就我们两个嘛 她妈起妈也要稍微就是支持我们一点 包括我的父母也 我这当妈的是干你的欠你的啊 啊你刚才还没记住谁呢 你就才能够我的欠呢 来各位 可以说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小苏把肯老说的是理直气壮 还美其名曰这是婆婆的义务 不管是从国家法律还是道德层面 子女在18岁成人以后 就应该开始逐步独立起来 更别说结婚买房了 父母如果帮你那是情分 就算不帮你那也是本分 可惜被冲昏头脑的小苏 不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才会在其母亲的支持下 三番五次的和婆婆吵闹 直到来到节目现场也毫不收敛 面对如此窘迫的局面 接下来又该怎么解决呢 小苏啊我觉得你很奇怪啊 作为女人我觉得你有两个逻辑很可怕 第一个逻辑是 我要向别人证明我很幸福 你幸福不幸福跟你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友有一毛钱关系啊 别人可能一年也就打一次电话关注一下 你到底生活的怎么样 你幸福不幸福是你每天要面对的事情 你以为你回去疯狂大架一下 你就幸福了吗 第二个问题 你如果要让一个男人给你拿钱 不是用你这么笨 这么蠢 这么凶的方式 你这样只会把男人推得更远 风光大架 这大概是每个女孩的梦想 小苏想要这样的婚礼并没有什么错 但错就错在她的想法太过于功利 而且也用错了方法 从上场开始一直到现在 小苏一直都是用喊的态度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甚至在面对自己的婆婆时 也是这样的状态 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让外人觉得小苏非常无理取闹 毕竟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嘴甜的小孩才有堂痴 而对于一直沉默不语的小狗 嘉宾老师也有话要说 你现在你女朋友和你妈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为你儿子没当好 你明白吗 你自己该挺身而出的时候 你该两边祸心泥的时候 你该像个男子汉的时候 你完全不是那个样 你怂在后面 躲着看着两个女人吵 你做不好 他们俩凭什么能好 你找鞋子不是成鸭吗 是成鸭子 那个你媳妇说了 咱要办婚礼 你先办 她买房子 咱现在买不起 咱租 她不要了面子吗 你先给她租 俩人有条件了 北京 河南 狼房 一处买一顿房子 有钱了 是吧 没钱 你就得过这日子 也许她也就要这一时 看看你是不是真心 考验 你不要把你妈妈扯得进来 你也不要把你妈扯进来 你就告诉你放心 我们都会孝敬你 有什么问题啊 她不对 你不要告诉你妈 你妈跟着小心 有的时候婆媳关系出不好 并不是这婆婆不讲理 也并非是媳妇无理取闹 而是家在中间这个男人没有处理好 其实女人是最好哄的 不管是多大年龄的女人 但凡中间这个男人能多一点担当 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 那媳妇和婆婆也不至于吵成这样 更不至于会求助节目组的帮助 如今听了嘉宾老师的建议 本就相爱的两个人也都缓和了情绪 小苏也做出保证 以后说话换一种方式 要不说解决问题 还是得看嘉宾老师 这一番话说下来 小苏和小梗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既然婚礼成了小苏的执念 小梗也答应会给她一个风光的婚礼 看着两个年轻人在现场吐露真心 他们的母亲心里也有所触动 最终双方也都愿意做出让步 那我也就退一步吧 我这儿有多少钱呢 咱们能办到什么程度 咱就先办到什么程度 好不好 但是要是特别风光 特别大吃了 咱也办不了 咱们先把这个事办过去 以后呢 有了条件是吧 两个孩子在创业 咱们会有条件 会幸福的 有了条件 我一定给我儿媳妇 办一个好的婚礼 我让她满意 让她高兴 你说谁当天妈的 不愿意看着孩子高兴啊 你要他们俩好 我看他们俩人感情还真是不错 就看今天他们的电子 如果圆一会儿 那我也就退一步 回来就是咱不需要那么陋容 不那么疯狂 只需要咱不就是欠 咱500块钱一桌 咱吃不去 咱吃200 咱吃100东西 可以看出婆婆是个很明事里的婆婆 相信有这样的婆婆在 小苏嫁过去 只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应该不至于会受到婆家的欺负 也希望经过这次的事情 小苏能够明白 过得幸福与否 要看他们自己对婚姻的经营 并不是一场婚礼就能展现出来的 想要梦中的婚礼没有错 但争吵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 要学会用合适的方法去沟通问题 这样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样一对女强男弱的新婚小夫妻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